台湾拳后林玉婷准备在今天晚上9点30分 与女子拳击57公斤级16强赛事中出战乌兹别克选手 不过近期却频频被有心人士以性别议题做文章攻击 甚至连英国知名作家JK罗林都发文 影射林玉婷是跨性别选手 尽管国际奥会事后都发出声明说 证实参赛资格都符合奥运相关规定 但是JK罗林至今还是没有认错 再加上林玉婷先前早就已经澄清说 她只是外表比较中性 但事实上她就是女性 一直到昨天也就是上场比赛前一天 林玉婷也正面回应这次的风波 透露本次巴黎奥运已经做了心态上的调整 希望能在赛场上有更好的发挥 至于这些话题是否会影响她的心情 导致比赛有压力 林玉婷坦言其实不会 她认为既然都决定要站出来比赛 那这些风风鱼也是理所当然视为 因为是对手害怕她的实力 才会拿出来做文章 另外巴黎奥运筹会拳击工作小组 和国际奥会昨天也在发联合声明 指出人人有权不受歧视 从事体育运动 并再次强调 所有拳击项目运动员都符合参赛规则 就是希望能尽早平息风波